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承和多形的概念 在大概两三礼拜前 我们讲的继承和多形的概念 介绍到多形的以后 我们就转到视窗的程式设计 以及Unity的程式设计 让各位可以看到 多形的概念 它的很有用的地方 除了这些原来的多形跟继承的观念 我们可以由这些观念出发 然后可以有更进一步的 更细致的讨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继续继承与多形里面 这一个其余的部分 首先大概讲一下 在那时候我们提过的继承的观念 就是为了程式重复使用的效果能够提高 所以我们可以从某一个基础的 class类别继承它产生衍生的类别 这些衍生的类别继承既有的类别的时候 它只要叙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大大提高了 这个程式码重复使用的效果 再其次 在这样的一个继承的过程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成员变数 以及这个成员函式这些东西 那么当然就必须要考虑到 它的这一个public跟private 公用跟这个私有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说 如果这个继承的类别 它能够使用负类别的这个成员变数的话 那会有很大的方便 可是这个class的这个成员变数 并不适合开放给所有的使用者使用 所以如果说是这个 只给这个继承的类别使用的话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protective 修士语 来提供这些成员变数 或者是成员函式 供这个继承的类别来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提到过 在一个继承的这个阶层体系底下 那么当我们要建构一个 这个比较这个下层的类别物件的时候 那么它必须要先呼叫 它的上一层的负类别class的这个建构式 那一直往上推 一直到这个最基础的 这个类别底下的建构式 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建构式执行完毕以后 那么才会逐渐的一步一步 再往下这个执行 这个完成这些建构式 那接着我们又提到过 在这样的继承的一个观念里面 那有的时候我们希望 这个能够使用一些类别 这些类别它可以很方便地让你 这个继承它 然后这个使用新的这些功能 但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所写的这个类别 它能够允许这些新的类别 采用一些新的这些方法 可是呢 这个又不可以去改变到 这个原来这些负类别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Open-Closed-Precital 简称为OCP 那么在这个OCP的理论里面 我们首先讲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它违反了这个OCP 但是却是在很多没有多型的语言底下 你想要写类似功能的时候 所能够采用的唯一办法 那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类别 都继承一个负类别 而负类别里面呢 会有一样这个字串 或者是这个Illumeration的这个东西呢 那可以知道说这个类别是属于哪一种类别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很多这个类别的东西呢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资料结构 例如是一个阵列 然后实际呢 我们希望这个依照这个每一个这个物件 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先把它的这个identity找出来以后 然后再这个处理 怎么样去这个handle 这样一个类别的这个功能 我们提到过就是例如像这个圆形跟方形 所建构的这个阵列 那如果说我们要一样一样的 把这个圆形方形通通都画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这个需要这样做 那提到过这样做有很大的麻烦 因为只要说你要添加一种新的类别 例如三角形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程式码里面 非常多的地方都必须要重新重写 所以这个物件导向的这个程式 它就提供了另外一种 叫做polymorphic多形的功能 那在这个多形的功能里头呢 这个计算机语言它自动的会依照 这个你的类别是属于哪一种类别 来呼叫这个类别底下 这个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就好比说这个圆形跟方形的类别 它们各自都是shape形状的类别 但是呢 这一个每一个都可以 这个知道怎么样去做画它自己 所以我们的这个 呼叫它们的这个 要把所有图画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要要求 每一个矩阵列的元素呢 自己去呼叫每一个类别的这个处理 本身画出来的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就是 我先从21点模拟游戏0.1版来看一下 那在我们之前所写的21点模拟程式呢 虽然已经用到了这个物件导向的 这个物件跟class的这个观念 但是呢它对于多型和继承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这个用到 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提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是使用这个继承跟类别 多型来写21点程式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一个方便 那同时因为我们也已经介绍了 21点模拟游戏的这个视窗程式版 所以我们也会同时 拿这两种版本的程式码来互相的比照 这个相对应 各位可以看出这些主控台形式的这个程式 跟这个GUI程式的这个差别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把这个M model view跟这个controller 这样区分清楚的时候 在你写这个视窗程式的时候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方便的地方 好 那再来我们会提到一个叫做 复写跟隐藏的观念 这我们后面再讲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也提到 这个为了方便那个程式的这个设计师 他可以处理这个几乎所有类别的物件的这种情况 那于是我们就假定所有的class 其实都这个implicit的这个继承一个预设的类别 叫做system.object 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讲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从第六节 21点模拟程式新版本来说起 那么21点游戏在之前 我们在第八章讨论这个物件跟类别 以及这个第九章的CRC卡会议里面 我们得到的这个21点模拟游戏 它的类别图跟这一张很像 只不过呢差异是在于说前面的那个21点模拟游戏里面呢 类别图呢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呢 game class呢 它控制player,dealer,排叠 那排叠会产生扑克牌 player跟dealer也都会拿到扑克牌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dealer跟player中间呢 并没有这一条继承的线 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看一下 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个21点游戏 物件导向的这个程式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个player跟dealer 这两种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电脑玩家 那这两种人的玩家跟电脑玩家 这两个class呢其实里面这个程式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同 那就是说这个dealer呢 是这个赌场的这个专家 他必须依照这个赌场的规定 那么如果他的点数在17点以下 他一定要再继续要牌 那如果在17点以上他就不要牌 所以规则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如果是人类玩家的话呢 那他可以这个决定他要不要再要下一张牌 那所以呢这个player跟dealer这两个class呢 其实只有在这个部分不一样而已 其他地方都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假设这个player是一个基础的这个类别 那他的基础类别里面会提供一个 要不要下一张牌的这一个功能 来询问这一个人类的玩家 而这个dealer呢 他我们可以让他呢继承这个player 那继承player以后呢 那么里面一些简单的其他的功能呢 你通通都不用写了 你只要写他继承player就可以 那继承之后呢 那有一个差别呢 就是这个dealer呢 他的one or more card 要不要在下一张牌这个function 是跟这个player不一样 那因此我们可以把player这个class呢 设定为要不要下一张牌这个功能呢 可以把它设定成是virtual 虚拟的这一个函式 那因此呢这个dealer呢就是这个继承他 然后去复写override那一个one or more card 这一个function 所以基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看过的 21点游戏一开始的时候测试场景 那这个测试的场景呢 由于我们现在改用了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类别图 我们有了一个叫做dealer的class 而在之前我们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 我们所显示的类别图里面 它并没有dealer 只有computer player 那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改了computer player的名称以后 那当然在新的程式里面 我们也得把相对应的部分做一些修改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scenario测试的时候 他们假设是玩家一开始是黑桃A 然后庄家是红星J 然后再来玩家是方块10而得到21点获胜 那这样子的一个scenario的过程里面 一开始排碟里面就是三张牌 这三张牌 那这三张牌我们把它设定到排碟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排碟就有这三张牌 那另外呢 玩家是player 庄家是dealer 我们就先让排碟发一张牌 然后玩家收这一张牌 那接着dealer呢 由排碟发一张牌给他 然后他save a card 那再来就是player呢 他又拿到一张dealer上来的扑克牌 然后存下来 那之后我们就去判断说 玩家的status是不是变成blackjack dealer呢 他应该pass的 这个是大概的改变 那另外就是game这个class的地方呢 把player dealer呢 看成是同一种玩家 那因此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玩家的阵列 叫做players players 然后这里有两个玩家 那我们就把第0个玩家设定成是player 编号第1的玩家呢 就把它设定成是dealer 由于呢 dealer是继承player 所以我们在game里面 我们记录说我们有两个player 没有错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player呢 是用变成一个player的物件 那另外一个player呢 是dealer的物件 那这样做就等于是准备要使用多型的概念 来处理庄家玩家的情况 那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你如果拿它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写法做比较的话呢 那你可以了解到说这是一个比较经济 而且比较合理的写法 那在我们以前的话呢 这个人类的玩家跟电脑的玩家 要分开来处理 分开来写 那但是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电脑玩家 也当成是一个一般玩家 只是他是一个稍微特别一点的玩家而已 那利用这一种继承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一个game 他在处理这一些player的行为的时候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就会很简单 那因此这个也未来呢 你可能还可以准备有这个player的这个帧列呢 你比方说我可以是有五个人玩 六个人玩 七个人玩 可能都可以 而且你还可以让每个player呢 可能具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一个跟牌的这个策略 例如说第一个是规定这个17点 这个以上的牌不能再要 17点以下就一定要 那你可以设计其他各种各样的player 用各种不同的strategies来玩这个21点 所以你可以让他们的这个want or more car 的这一个function 这个功能呢 让他可以写得有各种变化 所以这个各种不同的player呢 都采用这个不同的策略来玩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看说 哪一种策略可能是这个玩21点最佳的策略 用这种概念去处理 那接着呢 在玩这个game 再进行play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知道 你就是先第一轮发牌 然后第二轮发牌 然后再来就是开始询问 每一个玩家 他是不是要want or more car 好那请看这里 现在把dealer player 都当成player以后 那在写类似这样子的 要牌记牌的过程 就变得很单纯 不然在以前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 人类玩家写一个loop 然后电脑玩家写一个loop 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player跟dealer混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让每一个player都决定说 他还要不要下一张牌 如果想要再下一张牌的时候 我们就让牌叠发一张牌 玩家存起来 接着我们把玩家的内容都印出来 那再来就是去检查 第1个player 他是不是达到了21点 还是爆掉了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见呢 这样子写的结果 利用这一种多型的写法的时候 要比你分人类玩家跟电脑玩家 分开来处理的那种情况 显然是这个精简的很多 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说这个大家都没有21点 那你就要去比较说哪一个点数比较高 跟庄家去比嘛 对不对 好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里所写的程式 就是去让庄家取一个分数 玩家取一个分数 那如果庄家的分数比player大的话 低了就赢第1个player 你也可以看见 我们把它写成是一个阵列 但是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可以是不一样性质的玩家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写计算点数 以分胜负的这一种情形呢 在使用这一种多型的情形底下 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写法 好那再来就是判断 这一个买一个玩家 是不是达到21点或者是爆调 那这个 它是针对某一个player去检查 所以这个改变比较少 我就不谈 所以呢 对于player来说的话 class里面呢 该有这一些类别 那我们这个都知道 好那比较特别一点的 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 还要不要下一张牌的这个策略 我们对于玩家的话 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通知这个玩家说 你是不是还要一张牌 那他的答案如果是yes的话呢 回答就是true 那如果不是y大写或小写的话 就表示他不要下一张牌 结果回去就是false 这个是一般的player跟dealer 所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这个player 它的want one more car 这个function呢 设定它是一个virtual function 以便dealer这个class 去改写这个部分 那因此呢 可以看到dealer class的写法 非常非常简单 比起之前我们所用的 computer player class 那几乎都要把player的内容 全部重操一遍 但是现在呢 由于我们让dealer 去继承了player 所以呢 dealer的class 写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说 它是继承player 那它的建构式呢 就是要先去把它的名字 注册成是装家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function呢 要去override 原先这个player class里头的 one more car function 因此把它override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这里就可以加上去 装家在17点以下的话 就一定还要一张牌 好 所以其实你可以假想就是 有各种不同的player 那有的player是17点以下 这一定要牌 那有些dealer呢 有些player呢 可能采取比较谨慎的这个方式 那可能是13点 15点他就不会再要牌等等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呢 可以让几个不同个性的这个装家 一起玩这个21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彼此乱斗的结果是如何 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看 那这个是我们用那个console的这个程式 来写这个21点的这个情况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前个礼拜 我们所用的window程式设计 那个他的这个21点的这个程式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差别 那这个是他们的类别图的差别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刚才所得到的类别图呢 就在这一条虚线以下 那这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model 最主要的一些class 像player dealer deck card这些东西呢 都在你要写视窗程式的时候 他完全不需要修改 这一部分完全不用去动它 所以这个是model里面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好 然后呢 我们利用一个主视窗manphone 来作为view control的主要的类别 主要的工具 manphone呢 只要跟model里面的game打交道就好 所以我们就是让主要控制的GUI manphone呢去跟game直接联系 然后呢 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要看一张牌什么之类的 可是那一部分不会影响到这个card的内容 你只是去把这个card的这个讯息拿回去而已 好 那因此呢 21点游戏呢 你可以想见到 我们前面在写这些console程式的时候 就尽量的把这一些主要模型的部分分开来 然后把跟呈现内容 或者是要求使用者互动等等的部分呢 我把它放在game那个地方 那因此呢 manphone就只要跟game打交道就好 那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要改的 就只需要去变动 这个game 这个class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看 看这个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ame呢 你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个manphone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privategame 所以就是说 你的manphone里面 它有去控制一个叫做game的class 那么这个class呢 如果你的主画面处理进行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需要看game的处理 你可以看到 主画面这个地方 当我们选上一个开始的时候 manphone呢 就去跟game打交道 game那个地方 你要有一个initialization 所以呢 你会从gameinitial play里面 去取得玩家的资讯 以及装家的资讯 那因此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game这个class呢 要修改一下 那么在这个前面的game 做input output的地方 我们就要把它改成是 用这个manphone去处理它 所以呢 这个game里面 我们需要增加一些 这一个新的这一些功能 还有它的这个成员变数 好 因此我们看一下 这个game在这个地方 好 那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game里面呢 必须提供player information 但是它本身内部的data 你可以看到 跟刚才console版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 一共是两个player 然后有排叠 有player的阵列 那这个情形 跟刚才console版本的时候 是一样的 我们多加了一些initplay的地方 另外呢 我们也把对于玩家的处理 dealer的处理呢 做一些修改 那这样子改过以后 game呢 就可以应用到 视窗程式里面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game这个class里头 它的建构式的地方 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player这个地方 class这些东西 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使用继承以及多型概念以后 那我们对于程世玛的精简 还有就是提高它的可读性 以及重复使用的能力 有很大的改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附写隐藏的差别 好 那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 多型概念里头 那么我们的子类别 它跟副类别 可能呢 都会有一个相同名称的 这个成员函式 一个function 所以 例如刚才的 这个player 跟这个dealer 他们有一个共通的 这个成员函式 want one more car 可是两者的写法不同 那在这种情况 我们如果说 宣告我们的这个function 是这个virtual 然后这个子类别 override它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多型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class 附类别跟子类别间的关联 好 可是呢 当子类别和副类别使用相同的 成员函式的名称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只有多型的这种方法可以处理 那么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不管子类别跟副类别之间 它们假定是同一种 这个function的话 那我们可以 等一下我会看到 就是这个子类别呢 如果你宣告它是底下这个function override它的话 那我们呢 就使用底下的这个class 那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不宣告它是override 而是宣告它是new 那宣告它是new的话呢 这时候就叫做隐藏 那刚才这种多型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复写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一个关键字 叫做override的话 那它无论如何呢 都是会使用多型的观念 等一下要讲的例子 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好 我们假定有一个基础类别 叫做car 它是一个复类别 它里头有一个virtual function describe car 你会有一个 关于一般车子内容的描述 那我现在在它左边这个地方 放一张图 显示的是一般车子的底盘 也就是说一般的车子的话 它都是四个轮子 所以我们在描述这个car的时候 我们就只说它是四个轮子 好 这个汽车当然有非常多种 所以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叫做convertible guard 就是上面的红子可以掀起来的 因此你描述这种车的时候 它的describe car 当然就跟car不会一样 那再来呢 mini van它也是一样 继承car 它的样子长得像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说它里面大概可以做七个人 这种小型的休旅车 这种情形 所以它的describe car的内容 当然也就跟这个基础类别的car不一样 好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这个负类别这个class 我们把它宣告写在这里 这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它提供一个复类别 对一般车子的描述 有一个describe car 然后你注意到它是宣告成是virtual 描述它的时候呢 它就说是四个轮子还有一个引擎 那这个就是一般的car 它应该都是这个型品 四个轮子和一个引擎 讲的是一定是有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convertible car呢 各位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差异 在convertible car它继承car以后呢 处理describe car function呢 请注意它这里前面呢 不是使用override 而是使用new 那使用new以后呢 那我们等一下会比较一下 它跟override的差别 convertible car的话描述呢 就指的是说 这种车子呢 它有一个可以打开的车顶 当然再来就是miniman 请注意 它这里前头写的是override 覆寫 刚才的new呢 就是隐藏 那为什么一个叫做覆寫 一个叫做隐藏呢 我们接下去看就知道了 看一下它们的用法的差别 在这种情形底下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子类别建构的时候 就建构成它子类别本身的物件的时候 那这时候使用override 还是使用new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们都会使用子类别里面的同名的function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car1的物件呢 它是一个car的物件 你要它describe car的话 output 当然就是 4 wheels and 1 engine 第二个物件 car2呢 宣告成是一个convertible car 那在这一种情形底下 它因为有一个new隐藏关系呢 所以呢 它的子类别里面的describe card 它就取代 副类别里面的describe card 那这个叫做隐藏 因为它把card的function呢 用它自己的function取代掉 所以就是隐藏掉副类别的function 而使用它自己的function 好 那再来我们的minivan呢 是使用override 对不对 那override的结果呢 就会使得说 这个子类别呢 就一定要使用它自己的function 你就是describe card 会写的是7个人做的车子 这是第一个部分 如果说在这种继承关系底下 假定你的物件 是使用这个子类别建构的话 那么它们的这个function呢 都不管你是使用override 还是使用这个new 它们都是找出它们自己类别的功能来执行 好 那这是一种情形 那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就不一样了 各位看 这一次呢 同样是准备三个card的物件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array里面 card array里头 就是cars这个样子 接着呢 我们把cars的第一辆车呢 宣告成是new car 所以它会变成是这一个物件 第二辆车呢 宣告它是convertible car 所以它也是宣告这个物件 但是呢 它把它放在一个负类别的变数里面 负类别的参考里面 minivan也是一样 我们也把它放在负类别的资料结构里头 虽然它们各自也是用它们的物件去建构 可是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负类别的reference底下 那么因此呢 对于cars来说的话 它的每一辆车都是一个负类别的物件 可是呢 当它要使用described car的时候呢 这时候 刚才这里使用new 这里使用override 就产生了差异 那么在convertible car这个地方呢 它的差异呢 就在于说 它会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负类别的参考里面 因此呢 described car这个function要执行的时候 它不会使用它自己的described car 而会去使用负类别的described car 也就是说 对于计算机来说的话 它看到的convertible car这个cars的第二个元素呢 它只看到它是一个car正列的元素 所以它使用负类别的described car去处理它 但是呢 minivan这里是典型的多型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minivan 它要去described car的时候呢 它就用它自己的described car来处理 好 所以这里呢 就告诉我们 这个两种 这个处理 这个负类别跟子类别的时候 它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负类别跟子类别 都有一个相同的 这个成员函式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们可能或者是使用多型 来依据实际的这个类别呢 来决定它采用哪一个这个function 另外一种做法呢 是在convertible car这个地方 我们不使用override 只使用new 那只使用new的时候 就代表说 如果它的变数也是宣告成是convertible car的时候 底下这个function 会隐藏负类别的function 而使用它自己的function 但是呢 如果是你把它摆在一个负类别的参考的变数里面的时候呢 那么它不会使用它自己的function 而要使用负类别提供的function 也就是这个时候它没有办法隐藏负类别的function 因为负类别的参考使得说它要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要使用负类别的function 所以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会有这样的差异 当然就是因为偶尔我们也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机会可能少一点就是了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做个简单的小结论 就是override 的时候呢 主要是在多型的时候来应用 负类别的关联 就是执行程式的时候 它才会去连结到负类别它所对应的成员行事 所以它是一个执行的时候才连结起来的一种架构 相反的用new的这种方法的话 物件是以负类别的class产生变数也是 物件的宣告也是负类别的class的话 那这种情形之下 成员的方法就取代掉负类别的方法 因此呢 当你有某个物件 它是宣告成是这个子类别的物件 或者是使用负类别的参考等等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所用的这个function 都是负类别的 对应的这个函式 所以这个是编译的时候 就决定它的这个连结关系 那这个是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接着我们来讲的是system.object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一般这个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物件导向语言 那其实跟有没有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举例来说这个c++的这个语言里头 它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 这个物件导向的语言 相反的像java 还有我们现在所用的c-sharp 那么它把所有的这个class的物件 全部都设定 继承这个object 那因此呢 这一个每一个都是继承这个system 这个namespace里面的object这个class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object这个class呢 是所有这个c-sharp物件之主 这个祖先 那为什么我们有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这个我们预备在最后一周 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资料结构的概念 那么在资料结构里面 那大家发现说有一种很特别的这个类别呢 叫做这个容器的这个类别 那容器的类别的话 例如说我假定有一个办法 它可以处理那个一个接一个的这个物件 那但是我可能不是使用正列 而是使用其他的种种的这个资料结构来处理 那假定我有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法 来处理这些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是哪一种这个类别的物件 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对我来讲我等于只是把他们呢 这个放进一个资料结构里面 那资料结构里面的这个成员是什么物件呢 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 那因此在那种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结构 它所处理的对象呢 都设定成是system.object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资料结构呢 不管是什么这个class物件进去 它都能够处理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跟概念 好 那所以这个system.object呢 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这个语言里面 有这样一个设计以后 那么第一个对于一个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物件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一个system.object去处理它 然后在这system.object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系统已经写好的 这个成员函式 那比较重要的 例如说这个是equals 会去看它的这两个物件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这是一个东西呢 它的每一个物件呢 会给它一个叫做hatchcode 那hatchcode是一些计算机概论里面 会讲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 这个杂臭的这个方式 去拼凑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拼凑出来的很大的数字呢 就可以作为这个物件 它的一个在计算机处理的一个代码 那因此呢 这个物件跟另外一个物件 是不是同一个物件呢 我们只要检查它们的这个hatchcode 是不是一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这个物件 是不是同一个物件 类似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toStream 那toStream的意思呢 就是说不管什么这个物件 那你只要去override这个toStream 那你就可以利用console 那个写出在任何一个地方 把这一个它的这个物件 它所对攜带的这个名称 或者是讯息呢 来显示出来 那这个就是toStream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子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会产生三个物件 TestClass的这个物件 它的Test里面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Class 它代表任何一个 我们去这个实际宣告的类别 那在这个类别里头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一个 让它写出来的文字 跟这一个object System.object 它的toStream写出来东西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toStream override 复写掉 那复写掉以后呢 当我们想要把object写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使用test里面的toStream这个东西 把它的结果写出来 好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物件呢 T1跟T2是否相等 那T2跟T3是否相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 你可以使用这些基本的这些function toStream getHashcode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这一部分 一般同学们也用到的机会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把它跳过去 好 那在最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好 利用这个object这个概念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呢 都可以当成是object 那因此我们就经常有一种需求 例如说我想利用某一种资料结构 而这种资料结构里面呢 它可以处理一般的object 好 那因此我们就把东西先转变成是object 然后把它放到这一个资料结构里面去 那接着当我们这个有必要 从这个资料结构里面把某一个物件取出来 那取出来以后呢 它应该就是object 对不对 但是取出来以后呢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个 我们实际上所需要的这一个物件的类别 把它转换成为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的这个类别 好 那把这一个已经有的这一个子类别的东西 可以转成是object的这个物件 那这个过程我们叫做装箱boxes 注意这个不是打全集 好 那因此就是你把某一个物件 你把它装在物件里头包成一个物件 那后来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从这个object里面呢 把这个内容取出来以后 把它转成是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物件 好 那因此boxing跟unboxing这个观念呢 在我们呢 接下去我们有一个礼拜 要介绍这个档案的读写 跟这个exception处理的时候 那我们会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会需要把物件写入这个档案 然后从档案里面把物件读出来 那这个档案的处理 对物件的处理呢 它通常就是要使用这一些boxing 跟unboxing的这种方式来进行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后面一些 关于这个计程跟多型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还有比较新的一些变化 关于这个多型和这个计程的时候 另外除了这个OCP Open-Closed Principle之外 还有一个也有关系的这个原理 叫做Liscal Substitution Principle 简称为LSP LSP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我们的OCP的意思是说 这个当我们有一个 这个计程的多型关系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负类别这个地方 那必须是这个可以保留 增加新的子类别的这个弹性 可是又可以避免掉说这个子类别 它去影响到这个原来负类别的 这个就有的功能 所以那个叫做 Open for 新的子类别 但是Closed for 原来这个class 已经有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原理 就是这里我们所讲的 这个Liscal Substitution Principle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边我们引述的这些文字 不是很容易懂 我们现在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下 假定我们有一个负类别是C class 那么C里面有一个function叫做P 那现在因为类似刚才的情况 我们要去衍生一个子类别叫做S 那这个子类别是继承负类别C LSP讲的是什么呢 它是说假如C里面有任何一个function叫做P 那么当我们子类别继承负类别C的时候 你要小心C类别和S类别里面 那么其他的这些function 你要注意就是说当你子类别里面 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function进来的时候 它的产生必须要能够不影响C这个类别里面原有的functionP 那如果说新的子类别进来以后 破坏原来C类别里面P这个function合理的一致性的话 它就会影响一致性 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违反了substitution principle 就是说当你用子类别的东西去取代负类别的这个物件的时候 那你使得说负类别里面原有的functionP 失去了这个原先的这一个功能 那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了这个LSSP的这个情况 好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它也等于破坏了这一个open-closed principle 因为你加了新的子类别以后 影响到原来C类别里面的这个function 那因此造成一个对于负类别的这个损害 那这就是影响就是违反这一个LSP的这个原理的情况 那刚刚这样讲其实还满抽象的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这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有一个class叫做rectangle 它是负类别 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合理 square就是rectangle的子集合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样 所以我们会想说那就是负类别是rectangle 然后子类别是square 我们可以宣告一个rectangle有成员变数 它的宽还有它的高 除此之外我们利用property 属性设定宽高 再来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个rectangle的area面积的时候 我们就把宽跟高相乘 那这样就得到它的面积 对不对 这样写看起来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是晓得矩形有宽有高 然后宽跟高 我们分别使用这个width跟height 来设定它的极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然后我们又可以利用一个面积 因为矩形面积是宽乘以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面积是宽乘以高 这样子 对不对 好 看起来是很正常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rectangle 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cclass 把square对应到这边的sclass这个地方来 好 那你接着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面积就把它计算了看成是c里面 我们刚讲的那个functionp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square 好 那这个square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的s square 我们让它继承rectangle 继承rectangle以后 那当然你就要去设定它的宽跟高 对不对 我们假定就是说 因为我们继承这个rectangle 所以我就去override它刚才的width height 同时我设定它宽的时候 高就不用再设 就一定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把width跟height 都设定成是它的value 那同时height的地方 我们也同时把它的width跟height 都设成是value 这样看起来也满合理的 因为这个方形就继承这个矩形 然后方形跟继承相比的话 就是它的宽跟这个高width跟height去设定 当你设定这个width的时候 width跟height都设成是相同 对不对 然后设这个height的时候 也跟这个产生相同 好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因为正方形的话 那就是用这个去设这个两个width跟height 然后用这个去设两个width跟height 所以不管是从这边设定或者从这边设定 你都得到这个正方形 对不对 都得到正方形 好 但是这里马上就衍生了一个 这一个一致性的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假定写了一个program 要去呼叫刚才的retangle跟square 因此我们的主程式就是宣告一个square的物件 并且呼叫test 也就是说test这个东西 它会接受一个retangle的物件r 这个r我们就把它宽设定成是5 然后height设定成4 这个时候它的面积应该是20 这里就出问题 在test这个地方 它是针对一般的retangle 当你设定它的width跟设定它的height以后 那我们就设定位程height的结果 就是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就应该是20 对不对 好 可是这个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计程的 这个多型的这个应用 所以当我们呼叫test的时候 你给它的是一个square 这个square的话又因为多型的关系 所以当需要设定width跟height的时候 它使用的是square的width跟height 这造成什么结果 第一行叙述r的width等于5 它会使得r的width跟height都变成5 因为根据多型的概念 width跟height都已经把retangle复写 把它override了 因此当你要去设定它width 或者设定height的时候 它都同时把你的width跟height都设定成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当我们把square的物件送进底下这个test 把它当做一个rectangle的参数来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r的设定它的width等于5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width跟height都设定成是5 如果说在下一步把它的height设定为4的时候 那这时候又会把它的width跟height都设定成4 所以当你求它面积的时候就是width跟height 那这个乘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看起来test的function assert这样写的时候应该要等于20 对不对 如果用我们纯粹这个rectangle观念来看的话 好 那因此这种情形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当我们使用多型的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这个lsp的这个原理 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你的test的那个function 它会改变掉这个 它会使得说square里面的width跟height 它会改变掉这个c里面的这一些参数 使得说你计算这个p的时候 它所得到的结果跟你的预期 并不相同 那因此这就是一个违反这个lsp的这个原理的一个例子 好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那个多型是很好用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应用的时候 要小心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形如果你要把它要避免 主要避免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 这个尽量使得说它所有的这个独立的 必须的基础的这些变数呢 全部建构式去这个处理 而不要使用这一些property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些property的地方 尽量让它是这个采取这个get 而不要用set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这个成员变数如果你在设立它的值的时候 没有好好注意的话 那会使得说里面的这些成员变数的数值呢 会产生这一个意外的这个改变 那所以这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说 这一些成员变数 那你只把它在建构式里面去可以动它 那其他的地方都只能get不能够set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假如这个例子我们要重写的话 那我们会set这个width跟height把它删掉 顶多我们使用get就是取出来 取出来是安全的没有问题 但是set的话就有问题 而且可能会造成这个内在的不一致性 比较好的办法是使用一个建构式 去设定它的width跟height 同时面积最好是建构式里面 你有了width有了height以后 你就自动的把area也算出来 并且把那个也当成是private的变数 那你的area这个function呢 就只要直接return算好的area就可以了 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建构式里面 就把所有彼此之间 应该要有这个相依一致性的东西呢 一次把它处理完毕在这个建构式里面 那不要把它拆散成几个set的东西 或者是临时再重新算一遍 这个area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把这个例如area的这种计算 放在建构式里面 一方面当然是这个可以节省这个计算的这个次数 因为你每一次要area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个area算好的area传给人家就好 那不用再重新算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掉 这一个你的area跟你的建构式 所建构起来的内容不符的这种情形就可以避免掉 好 所以这个是LSP的这个概念 还有它的这个违反的时候的一个例子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多型的一个改建 叫做抽象的类别 在我们前面讨论这个多型的时候 那我们曾经提到过说 这个我们利用这个多型的概念 那在这个负类别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呢可以设定一个这个function virtual的这个function 那这个virtual的function呢 可以让它的类别去实作出它的这个function出来 例如说正方形圆形 我们都要它计算它的面积 你就可以依照它自己的成员变数去计算它的面积 圆形也可以依照它的东西去计算它的面积 那在这样一个计程跟这个多型的处理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area这个function 或者说是前面惯用的那个draw 或矩形跟圆形 你可以看到说不管是那个draw这个function 还是这里的这个area这个function 其实呢这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怎么算一个arbitrary shape的这个面积 或者是一个arbitrary shape的这个 怎么去把它画出来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晓得的嘛 对不对 好 那既然这个应该是不晓得的话呢 这个如果你这个程式语言硬要求你把这个area和这个draw 如果这个实际去写一个这个function来做 那其实好像也不太合理 对不对 好 那因此呢 程式语言的这个开发者呢 他就说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让他们的这个复类别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这个方便的地方 也就是说面积这个function 只要在它的function宣告前面 我不再用virtual 因为你写virtual的话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function的implementation 我们就在area这个方便前面呢 加上一个字叫做abstract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area实际要计算的方式呢 整个给省略掉 只用这个分号就好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叫做抽象类别 abstract class 那么只要说你的这个类别里头 有任何一个这个成员方 成员函式呢 是这个abstract的话 那么这个class 我就把它称之为这个abstract class 好 所以呢 我们把它换成类别图来显示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到类别的名称shape 我们现在使用协体字来呈现 同时呢 这个要多行变化的function呢 我们也使用协体字来呈现 就代表说 它是一个具备abstract function的class 那么任何的类别继承这样的一个abstract class的时候 都应该要去实作abstract的function 所以这里其实跟先前讲的东西比起来只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function 不用去告诉电脑要怎么实作 我就只说它是一个abstract就好 好 那这个abstract这样弄好以后 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这样子的这个class呢 当你宣告完以后呢 计算机不会马上处理它 它必须要等到你有类别出现以后 它才会去建构他们相关的东西出来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shape跟circle 它们的继承关系 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shape这个地方 它的area这个function是协体字 scale或者是circle 它们继承shape 所以会多出来一些它们所要的这些变数 那这些多出来的变数 就可以用来计算square的面积 或者是circle的面积 好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abstractclass 它的一个概念 好 那因此使用这种abstractclass的这个情形 就跟前面使用多型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就是让你的子类别去继承抽象类别 当然你也是要去呼叫抽象类别的建构式 另外原先是抽象的这些function 现在也要把它override 复写过去 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的就是 另外一个原理 DIP 遗存性的反转原理 它的英文是dependency inversion principle 虽然说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写成类别 然后由类别来产生这个物件 但是就跟这个人类使用的语言一样 有一些你所用的语言 那么它听起来 它所描述的 你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很具体的这一种东西 也有可能有一些名词 你听了以后 你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出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此这个抽象的概念 它可以cover很多比较实际的具体的这些例子 因此我们所写的class 也可以有一些抽象跟具体的分别 什么意思叫抽象跟具体的分别 举例来说 假定我们有一个类别叫做button 它的主要功能当然就是把按钮按下去 或者让按钮release弹开来 对我们来说 这个按钮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这一个类别 因为任何一种东西 只要它可以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press 一种是release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归到这个button的class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相当抽象的这一种类别 好 那在这同时呢 这个开关总是要去控制一些电器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开关所控制的是一个具体的灯的物件 它可以根据开关的开或者关 决定说灯是打开或者把它关掉 好 那因此呢 常见的一个写法就是用一个button去控制灯光 当你的button控制这个灯光的时候 那么这个button里面 势必要有一个成员物件是灯光 这样子的话 你的button才可以当它开的时候要求lamp turn on 当它关的时候要求这个lamp turn off 这样一个情形 好 可是这两种class就观念上来看的话 其实是这个不属于同样一个抽象等级的东西 也就是说button算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层级 而这个灯光的话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层级 那么因此呢 当我们把button里面拿来控制这个灯光的时候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个button本身呢 这个class就被这个lamp绑住了 绑住了 绑住了以后呢 当我们的button想要拿去处理一些其他的电器的开关的时候 你就必须修改这个button的class 以便说它可以控制其他的这个电器 例如电风扇或者冷气等等的东西 好 那因此呢 这种情形呢 我就变成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类别呢 会依赖depends on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类别 那么因此呢 这种情况我们说它是一个依纯性的反转 dependency the inversion 因为呢 抽象的东西不应该被具体的东西呢 所这个限制 那因此呢 应该是这个lamp比较具体的东西去依赖 比较需要比较高抽象的这个层次的button才对 而不应该是button里面要有这个lamp 以至于说这个button要换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都很不方便 好 那因此呢 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让button它去控制一个 比较抽象的这个类别 那这个比较抽象的类别呢 叫做switchable device 也就是说可以有switch方式的处理的这一种装置 那里面它当然就是turn on 跟turn off 两种状况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button处理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switchable device的话 那这个switchable device底下呢 可以再用其他的类别去衍生比较实际的比较具体的物件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没有违反这个dependence的这个原理 好 那因此呢 比较的重点就在于说 我们是不是要让比较抽象的class 叫做switchable device里面呢 它一定要有turn on 跟turn off function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 假如以照我们前面的这个多型的概念来说的话 那这个使用多型的时候呢 这个复类别它就是得要有一个 它是一个function 它是一个class 所以即使它是一个extra class 它还是一个class 那这些class的话呢 你里头呢就得要有这个data member 然后要有这个成员函式等等一堆东西 好 可是呢 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形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switchable device actually它其实并不需要有什么成员变数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东西 都不要 我们只需要说switchable device的话呢 这个负类别呢 能够说明说任何一个继承它的类别 都必须提供turn off turn off 这两个function就够了 好 那因此呢 这一个我们需要有一种东西 只要这个描述说 任何继承我的这一个类别呢 都要实做这几个function Enough 那就够了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显然没有必要去用一个 这个完整的这个class去处理它 那因此我们就引进了这个interface 好 这是我刚刚讲的例子 比较抽象的这个按钮 去控制比较具体的lamp button跟lamp呢 它们各自都有一个所谓的状态图 state diagram 我们前面介绍过的UML画图的这个韓式esta 它里面就有提供这个画这种状态图的这一个工具 那这个状态图怎么看呢 就是正常底下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黑点 黑点开始以后呢 它就进入off的这个state 灯光 一开始的时候是关着的 再来如果有变动的时候 它就是换到打开灯的状态 那打开灯的状态以后呢 又回到off的状态 所以整个灯它的这个state 会在on跟off之间互相的来往切换 那相同的道理 button呢 它也有两个state 一个state叫做released 一个叫做placed 开关呢也是总是要嘛就是压下去按钮 要嘛就是这个弹起来released 那因此这个button也是有两个state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个 这两个地方都是两个state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用button去控制这个lamp 只是说我刚刚提到过的 就是这一个它们的这个抽象的层次不同 所以这个使用上就会限制住了button 这样一个class它的应用的这个范围 这样子的一个UML图 程式要怎么写 首先当你有一个需要一个state diagram的时候 那就代表你需要写一个enumeration 所以以灯光来说它有两个state 一个是off 一个on 那我们就需要有两个state 这两个state也是一个off 一个on 那因此我们用一个enumeration 就是灯光的status 来设定它的off算是0 然后on算是1 按钮也是一样 所以按钮也是有两个state 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state diagram的时候 我就把它转成是一个enumeration架构 然后再来灯光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所看的东西就等于是一个 它内部有一个status 可以告诉我们灯是亮的还是光的 好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程式 你可以想象成是物联网的那种概念 也就是说例如你在开车回家的时候 快要到家里的时候 那么你要把家里的灯光打开 或者是把冷气打开 那就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函式来处理 所以这里的class 如果你能够让它连结到真正的电器里面去处理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了 或者说比方说在我们美国住房子的时候 它的房子很大 然后当有一段时间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还通常需要去买一个定时器 然后每天几点的时候就固定把灯打开 吓一下这个小偷不敢来偷这样的情形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函式写在手机跟家里电器的控制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一个class 然后我就用手机去设定家里的哪些灯要打开 哪些灯要关掉等等之类的 就用类似这样的class跟这一个它的function来处理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的turn on跟turn off 只是把它的status设好为on或者off而已 但是实际上真正有用的东西呢 你可以在这个turn on跟turn off的地方分别送讯号到电灯的开关那边去 然后这个经由这一个程式码的控制 来让这一个灯光的开关的打开或者是关掉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灯光是这个样子 它里面主要的就是一个status 告诉你说它现在在什么状态 好那么button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好首先它也是有两个状态release跟press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这里 它里头呢得要准备一个成员变数 叫做灯光lamp button 你在建构的时候呢可以设定它可以去管理哪一盏灯 它的status呢可以去skate回来 另外呢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让lamp turn on 就是呼叫button所连接的这个灯光 然后要求它开灯 然后release的地方也一样要求它关灯 这样的情形 好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button它能够控制这个灯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成员变数里面 它利用建构式的时候 让它跟某一个灯光产生了连结 因此button可以控制灯光的开关 我们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式 来测试这样的一个 UML图形的那个类别关系 那我们就是让这个时间 这个假定说从第0次 第0秒到第0分钟到100分钟 那在这个每一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一个随机变数 来决定说这个按钮要按下去 还是把它放开了 因此随机去做以后 你要它回报灯光的开关状态 于是你就可以在荧幕的output里面 看到说这时候灯光关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灯光开了 这时候灯光灭了 然后灯光开了等等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模拟它 button跟这个灯光的这个情形 我就讲到这里 DiP的这种情况 比较好的做法是让button 去控制一个switchable的这个device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switchable device跟这个button 两个是在差不多的抽象的这个层级 因此我们如果可以让在程式码写程式的时候 只要讲说我需要有一个类似类别的东西 但是它里面会描述说 你如果要继承我的话 你应该要实作出哪一些方选 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就好了 因此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变成所谓的interface这个界面 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就是一个interface的写法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原先的多型里面 shape它要求有一个 abstract function 叫做area 对不对 那area它是要被其他的子类别继承的 对不对 那因此被别的子类别继承的时候 area你就写一个 abstract就好了 可是shape的这个功能 在多型里面其实只是要求 子类别要能够实作area这个function而已 就指这件事情而已 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shape它的宣告就像左边那个图 你就写一个interface shape 瓜谷里头就规定说 你如果要实作我这个shape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些function 每一个都要把它实作出来 因此在这个地方 它只有一个function叫做area 就变成说square跟circle 它必须是继承interface 然后把area给实作出来 好 那各位注意看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画这个uml图的时候 在前面我们讲多型的时候 我用的是实线还有一个三角形 来表示继承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square跟circle 它们跟interface的关系 有一点像继承 但又不完全像继承 它好像只是依照你的interface的指示 去把某些函数给实作出来而已 那么因此在uml里面 这种跟interface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使用虚线和一个箭头来表示它 所以这就表示说我的square circle 它是实作shape这个interface 因此interface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告诉你得要去实作哪一些东西 然后实际执行的时候 会完全依照这个多型的方式去执行这个子类别里面的对应的 有实作出来的这种成员函式 除了左边这种表达方法 在class名称上面加上一个interface标记以外 还有一种表示的方法是用一个圆圈 把interface的名称写在这里 接着就让其他的class来继承interface 概念上好像是要用这个继承的方式来写 实际上的这个情况 就完全比照我们前面多型的这种方式 只是说你现在不必写override 所以我们的square这个class 它实作interface shape square里头有一个边长 建构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边长 这个时候在square里面 你也需要实作它的面积出来 所以这个面积在这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依照我们刚才 这个lisco的substitution principle的话 我们应该是它的成员变数里面 除了doubleA以外 再给它一个doublearea 然后在square建立起来的时候 就把area给算好 在area底下那个area的地方 只要直接returnarea就好 可以避免掉lisco的substitution principle的这种困难 就可以把它避免掉 这里不算是很好的写法 如果要比较好的写法 我刚刚都跟我讲了 就是你在建构式的时候 顺便就把这些相关的这些变数把它算好 那需要的时候直接return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square这个情况呢 就是去实作interface 那么相同的道理 circle也是一样 继承这个shape 但事实上那意思是实作shape 然后你得要把它的area面积呢 把它给算出来 interface这种情形呢 可以让我们在处理这种多型的时候 有更加的方便 好 因此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它宣告成shape 但是你还是可以使用interface的名称 作为许多质类别 共同的负类别的参考 所以变成是有两个shape 那第一个shape是正方形 可以算出它的面积 那第二个是圆形 半径呢也是五 所以你可以呼叫area 得到这个圆形的面积 那在这个地方都用上了多型的观念 所以在这里假定你的这个负类别 只是需要定义出某一些功能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负类别 就简化写成是interface 然后这个子类别的宣告 还有这个多型的处理 就都是这个依循原先多型的方法 来处理 那因此这样一来 介面interface跟这个前面所讲的抽象类别呢 就有一些这个使用上的这个差异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较 如果你想要这个采用一种这个多型的架构 那然后呢你的这个负类别里头 那你希望这个子类别去复写的这些function 你可能呢没有办法写出来 或者说不需要把它写出来 那一种情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类的这个function 把它设为是这个aptract 那么所以只要任何一个function 被宣告成aptract以后 那么它的class就宣告成是aptractclass 所以以刚才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图 底下这个图呢 是我们前面讲的aptractclass的这个情况 它就是有一个shape 它里头有一个字串 底下有square或者circle去继承shape 它们都有一个function 叫做area 去计算形状的面积 那么正方形的面积很容易算 圆形的面积也很容易算 可是负类别shape这个地方 它的area这个function 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shape 会是什么形状 所以呢这个function 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设定 说怎么去算这个面积 那因此在前面的话 我们的做法是把它宣告成是virtual 然后呢这个function里面可能是空的 完全不做处理 好 可是呢 这一个我们写这个设计程式语言 就说那这样子的话 我干嘛还要这个使用者去写一个function 然后里头还要有一个空的这个function在里面呢 我干脆就跟这个电脑讲说 我这里的东西是一个写不出来的东西 是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就好了 我不用再去后面再加上一些这个function的设定 对不对 那因此这个 也就是说这样子来讲的话 对于这一个写程式的人 他的这个概念也是比较consistent 比较一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把class shape 它的面积area设定成是abstract function area你后面 你用不着去添补一些function的叙述在里面 用不着 好 那这样子的写法是abstract class 它的写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还是有一些啰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仔细看这个情况的话 shape我们所需要的 只是要求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它告诉人家说 继承它的都得要实做area这个function才可以 所以它其实真正的用意 只是要能够要求人家实做area这个function就好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写说 你这个计程这个的话就是要实做出等等这些方言就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对于写程式的人来讲 它变得很简单 在这个复类别这个地方呢 它就只要把那个需要被这个复写的function放上去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只要写一个interface shape double area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子比起来的话 这样的一个写法跟这样的写法就好很多 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我在这个extra class这里 那我们并没有必要有这个shape 对不对 那也没有必要把建构式弄出来 所以我就是extra class shape 然后再来一个extra public double area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如果那样写的话 你跟上面比起来的话 显然上面这样的一个写法比较简洁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用意 所以这个是程式的表达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interface的这种方式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表达的这个方法 好 那再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它们籍类别里面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籍类别在这个前面多形的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那我们晓得的是说 它得要写一个override function 实作继承shape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因此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籍类别里头 要宣告一个override的这个function 然后去计算它的这个面积 好 那如果是你使用界面的话 那界面的话呢 就本来就是它的东西就是需要一个public的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实作这个interface 所以你看这边是虚线的这个含三角形 所以它去实作这个这里所宣称的这个function area 那由于这个area是由interface所宣告 所以你本来就知道它是要被复写的 所以在这里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加上一个override的这个keyword 好 那因此呢 这一个如果你用这一种界面的方式来写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它可以简化一些 好 那当然很多同学会纳闷说 这个我们有class就好 那我们都可以表达出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还要去弄一个class不一样的东西来处理它呢 好 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从这里所写的程式看来的话 那么显然interface的这种状况是比较简洁的 而且它的表达非常的精确 那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是interface的概念很适合用来处理这个多重继承的这种概念 好 那多重继承的概念呢 我们在下下解 等一下会提到 那我们现在先大概提一下 就是说这一个interface的这种概念 可以很容易地去做这个多重继承的这种概念 那什么是多重继承的概念是什么 等一下再讲 你现在就知道说这个设计这个interface 除了让这个程式简洁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其他的用途 等一下再说 好 那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刚才的按钮控制灯光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就使用抽象层次 比较相近的这种方法 来处理button 控制电器的这种程式嘛 那因此button呢 我们就去控制一个抽象层次比较高的interface 叫做switchable device 然后呢 我们的灯光只是诸多可以实作switchable device之一的电器而已 那么因此你可以想见如果我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airconditional 那也可以接到这边来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有这个fan electric fan 电扇也可以接到这边来 对不对 那因此我们的button就可以控制各式各样的这个电器 这就方便了很多 而且这一个就抽象层次来看的话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的dependency的这个inversion 这个principle呢 它就没有被这个破坏 那这个就比起来的话要这个好多了 好 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写这个程式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switchable device前面提到过 它只是规定你的所有的电器 要用button控制的话 一定要有两个state 就是一定要能够turn on或者是turn off 一定要这样做 那因此我们就宣告一个interface 叫做switchable device 然后lamp这个东西呢 就去实作switchable device 左边的程式码这里我就看到说interface里面呢 要有两个function 就是turn on turn off 那接下来这个就继续刚才的 所以灯光有两个state 然后呢 这个按钮也有两个state 其他的部分呢 你希望这个button可以控制的电器呢 那么就必须实作switchable device里面的两个function turn on跟turn off 这个过程其他的部分都跟前面的部分相似 那差别在于这里这一行叙述 之前我们的button呢 它在这个地方是private宣告一个灯光lamp 在成员变数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里头要控制的对象 改成是switchable device 所以它是一个device 好注意看 虽然这个interface它只定义了该有的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可是你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抽象的附类别来使用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interface名称的时候 就表示说这个button它要采用的是一个 有实做出这个interface里面功能的这个类别 或者说的这个类别这个样子 好 那所以呢 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使这个按钮呢 可以控制种种不同的这个电器 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下 可能比方说 你可以把增加一些button可以控制的这个电器 例如说是这个冷气啊 或者是这个风扇等等之类的 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那接下来 有了这个界面以后 有了界面以后 那我们呢 可以在有一个 这一软体概念上面的一个原理 叫做界面分离的原理 就是interface segregation principle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采用这个很多的interface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这个原则最好能够遵守 什么原则呢 就是同一个界面里面 最好就是只包含相同目的的一群函视 而不要把一些不同目的的函视给放进去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 有一个例子 我们想要实作一个可以定时控制的门 那这个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例如说你写了一个线上游戏 玩家要进到这个类似迷宫一样的房间去寻宝 那这寻宝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让这个某些房间的门是可以定时开关 或者说打开以后多少时间内就会再关闭 这样的一个东西 Time Door 你可以设计有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的机制在这个里面 好 那因此呢 你一个定时的门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它这里会有标示说时间是不是到 好 那这个Time Door呢 我们明显的可以知道 它应该是门的一种 所以在你的这个所撰写的这个寻宝 迷宫寻宝的这个游戏里头 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门 各式各样的Door 好 但是呢 各式各样的门里面呢 它具备 必须具备有的门的基本功能是哪些 你要去想 门 你需要这个门的 你需要它哪些功能 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Interface 好 哪些功能呢 门要能够被锁住 你在游戏里面 它走来走去 你可以把它门锁起来 让它走不出去 那你也让它可以打开 例如说 它在这个房间里面到处搜寻 结果找到了钥匙 然后用这个钥匙来开这个门 OK 这Unlock 要能够关门 要能够开门 还有你的程式设计里面 那么你得要去看一下说 这个门现在是关着还是开着的 以便采取某一些措施 所以你要有一个Function 叫做IsOpen 去告诉你门是否是打开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个门就是开着的 它的IsOpen 它Return的就是True 好 再来我们为了要能够应用 这个计时的开关的这个门 所以我这个门的Interface 又加了一个Function 叫做Timeout 也就是时间是否到了 如果到了的话 那么这Time Door 要怎么去处理它 Interface里面就有一个Timeout 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它必须由一个计时器来控制 因此我们得准备一个Timer 我刚刚讲过 在美国为了防小偷 很多家里都买了那个计时器 所以你可以在设定出门的时候 几点钟的时候 要帮你把灯打开等等之类的事情 那么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Timer 那这个Timer控制什么呢 如果它只控制门的话 那就违反我们前面所说的 Dependency Inverse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此Timer 我们让它控制一个Interface 叫做Timer Client 可以使用计时器来控制的设备 那这些设备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Timeout Function Door的这个Interface 它也要继承Timer的Client Interface里面的继承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因为这些Interface 都只是需要的Function的列表而已 所以你的某一个Interface 继承另外一个Interface 很容易你就只要在底下这个紫界面里面 把这个Function也放进去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就发现这个Door 它也同时要继承Timer Clien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计时的门 它继承Door Interface 而Door这个Interface 又要继承Timer Client 这样我才可以用Timer 来控制我最底下的TimeDoor 计时开关的门 好 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刚刚讲就是 它违反了这个ISP的这个情况 那什么叫做它违反ISP呢?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Interface Door里头 它含有一个跟它原来Door目的 不相同的方法在里面 因为这是从继承Timer Client来的 它会使得说我们的游戏设计 变成你在其他的房间的场景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用到TimeDoor这个东西 你都必须要去实作Timeout这个方式 那这个就是一个多余的累赘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违反了这个ISP的例子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把Timeout相关的方式 把它分离成另外一个Interface 另外Interface当然就是这个 那我们不要再用这个继承的方式 就是把它全部这些function的宣告都挤在一起 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来 分别用不同的Interface来处理它 那分成几种不同Interface以后呢 那如果你要的写的这个class 同时具备这个好几个Interface功能的时候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好这就是我们接下去后面还会讲的东西 好我们再来下去看 我们首先看的是说 这个ISP的这个违反的这个例子 它应该这个程式怎么写 好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TimerClient是Interface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Timeout function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InterfaceTimerClient 然后里头是Timeout这样一个function 接着Door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Interface是包括Lock 然后Unlock 还有IsOpen 所以这个是Door继承TimerClient 所以继承了以后 它一定也要有这个function在 所以第二个Interface里面 就不需要再写这一个 但是我们implicitly 就知道说它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在这个Interface里头 所以继承这个Door 这个要这个实作继承这个Door的 那么都是自动的要去处理这个Timeout 你要描述这个Door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设定 它也是一个State 转换的一个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它的State Diagram 这个门就是两种状态 要么就是Closed 要么就是Open 就两种State 那么Timer class的话 设定有一个东西是Timer Client 因此就像刚才Button 在控制Switchable Device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Timer 它就去控制Timer Client 建构起它以后 我们要让计时器开始Club走动 因此我就用一个Advanced 就代表说Timer一直往前走 一直到Timeout 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就呼叫Client里面的Timeout 就是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让Timer它里面的实作音 在进行Click 就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加到等待的时间到了 那于是我们就呼叫Timer Client 然后把它的Timeout这个function 去呼叫它的Time function 然后去解决它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 它就会去找到Time Door 然后让Time Door去执行它开关的工作 因此计时的这个门这个function 我们刚刚看到了 它得要去实作 lock unlock is open timeout 四个function 因此你可以看到前面有is open 那个简单就是看它的status lock就是把它的status设定成closed unlock就是设定成open Timeout的话就是时间到了 我们开着的门就把它关起来 因此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是直接使用status的改变 来做lock跟unlock的事情 实际上例如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这个迷宫里面寻宝的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房间的开关这些东西呢 这里lock unlock这个东西呢 就会这一个拿去控制 你游戏画面里面所出现的各个门 是开还是关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function 直接连过去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是主程式 那没有什么 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 使用乱速产生器 Timeout假定是10 那就是说时间到第10步的时候 那么就会把门给关上 这个样子 在整个时间里面 我们就不停的输出 说这个门现在是开着还是关着 你可以想见的是 在这个n等于2等于10的时候呢 这个门就会变成是一个close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ISP的这个原理 接下来引申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接受这个界面分离的原理的话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这个我们的界面可以分成好几群 那么每一个界面里面 有各自合理的function的宣告 以这里的例子参考的话 这个叫做Multi Interface 假定是飞机 左边那个是美军二次大战的 最厉害的战斗机 P-51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飞 叫Flight 右边是一个游艇 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在水上滑行 所以如果你是飞机的话 例如你要写一个飞行模拟软体 例如像微软公司的Flight Simulator 那样子的话 你就需要每一个飞机都要能够飞 所以它飞的时候 你得要去实坐 怎么让它飞这个function 右边这个船 例如说假定你用一个遥控船的话 这个船在水上走的时候 你要它能够航行才可以 可是像在阿拉斯加等等地方 交通不方便 因此唯一的在内陆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水上飞机 因此水上飞机的话 第一个它要能飞 不然怎么叫飞机 第二个它要能够在水面滑行 这样它才可以起飞跟降落 所以这个水上飞机的话 它必须兼备有这一个plan的飞行 以及ship的sale这样两部分的功能 依照我们刚才的interface segregation的原理 这一个飞跟水上滑行这两件事情 是不太一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各自宣告成是interface 但是水上飞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必须同时能够飞 也要能够在水面滑行 所以它就多重继承了两个interface 各位注意一下 多重继承的概念 在以前早在西加加的语言在发展的时候 早期的西加加的程式语言 是没有多重继承的概念 结果不断地改进以后 西加加就有了多重继承 而它的多重继承很复杂 因为它的多重继承是这个子类别 可以继承两个以上的负类点 子类别继承两个以上的负类别的话 在程式语言的设计还有编译器的处理上面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个class 其实牵扯到的内在变数 就是成员变数或者是成员函式很多 这中间互相的干扰 还有很多相同名称的情况的处理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西加加花了很久的时间 才终于弄出多重继承的class 可是在那个西加加还在跟这些多重继承class 奋斗的时候 这个Java他就提出了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在Java里面 他就规定只有interface可以多重继承 那么class不可以多重继承 因此这个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想要多重继承的情况 其实只是我们希望兼有两方面的一些功能而已 那么因此如果说我们把这个interface弄出来 然后让它可以多重继承的话 其实大部分情况可以解决 我们想要多重继承的这种问题 所以就像现在这里的水上飞机 它又要能飞又要能够在水面滑行 那这两样功能我们就把它设定 是两个interface就好 那么当你使用interface多重继承的时候 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对于多重继承的实作的类别来说的话 它只要确定它有把每一个interface的方法 都实际实作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它不会比较缺少 它不会碰到那一种这一个 把class拿来做多重继承的那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然已经有多型的 然后有抽象类别的等等 但是我们还需要这个interface界面 原因就在于说界面是一个可以提供我们 多重继承的一个方便的方法 好那因此现在如果有说做多重继承的这种程式语言的话 那应该都是使用这个interface的多重继承 好那因此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碰到问题 例如说假如在这个两个interface里面 有相同的一个function的名称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我们最后一节会讲那个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一般的 multi interface的这个程式的写法 好那么对于水上飞机的class来说的话 那它就是实作plane的flight 也实作ship的cell 我们的主程式里面就可以 我们建构起一个flow plane 然后因为这个flow plane 它实作了flight也实作了cell 所以我们可以要求水上飞机先滑行一段时间 然后再起飞 好所以就是要求fpcell 然后fpflight 就让它在水上滑行之后 然后再起飞 OK 所以如果你有玩那个飞行模拟的游戏的话 那他们就有那个阿拉斯加那边的水上飞机的这个场景 可以选择来玩 好 我们再看底下了 另外一方面 它的这个所继承的这个interface 就包括飞机flight还有shipcell 因此flow plane class写法就这样写 flow plane实作plane逗点ship 所以表示它同时继承两个interface 好 注意 如果你的plane跟ship都宣告成class的话 这里就会错 这里恐怕过不了 所以一定是多重的interface才可以继承 同样的我们在constructor还有cell跟flight这一边 我们都使用console把这个讯息写出来 就当作说飞机已经在飞了 它已经在水上滑了等等 好 那当然如果这样写 当然是简便的方式 如果你要写一个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其实你写的架构应该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只是你里面有更多的这个细节要去处理 OK 好 那这个是多重的这个继承 好 那因此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定时门的这个问题上面 刚才定时门的问题呢 是我们的door去继承这个timercline 因此使得说door这个东西呢 它即使说其他的各种门 它不需要这个时间控制 也必须要实做一个timeout的方式 好 那现在我们依照这个interface segregation的这个principle呢 那么把这个timercline的interface 跟这个door的interface把它分开了 分开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timercline就是处理定时的事情 这个没问题 door就是处理门的开关等等的问题 因此这两者如果你有其他的门是实做这个的话 你就用不着去实做这个timeout 好 那因此这个我们要实做的这个timeout的这个timedoor的话呢 它就是同时实做timecline以及这个door 所以它多重继承了两个interface OK 好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写成程式码的话就是这样子 首先timeout of client有一个interface door有一个interface 然后我们的time door呢 各位看 同时继承了door跟timeout of client 所以就画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它多重继承的这两个interface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个这一个多重的这个界面 好 所以你可以练习一下写一个多重的界面 你可能在有一些外国旅馆 那他可能床头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又可以帮你这个当闹钟使用 然后又可以来播收音机的这个内容 那叫clock radio 那这种东西 那你可以写一看 就是说写一个interface是这个clock 然后另外一个interface是radio 然后那个radio里面的function是play music 你就可以用一个clock radio去建立起 这个继承这个双重的界面 然后来完成这个双重的功能 最后我们就来讲到多重界面的柱形 主要的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 在以前的人 如果是在我刚刚讲像西家家 他要多重继承这个类别的时候 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就是甲电尼所继承的两个类别里面 各有一个每一个类别 假定有两个类别 那两个类别里面都是 都具有一个function 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在处理这两个class里面 有同名的这个function 或者是同名的这个成员变数的时候 这是在这个compiler的处理设计上面 是相当繁杂困难的事情 虽然现在可能都已经解决了 但是当初要解决这个东西是有点困难的 可是如果你使用这个multi interface的话 这个问题依然还是存在 因为你可能这两边还是有可能有一个function 这两个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正方形 它可能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矩形 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个菱形 那么这个Rectangle或者是Rombus这个菱形 它们各自有一套计算面积的方法 因此Square它又继承了Rectangle 又继承了Rombus 对不对 那这时候area要算的时候是以Rectangle的方式为准 还是离形的方式为准 那这里就造成了一个混淆 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多重继承里面 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好 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个C Sharp 多重继承是interface的继承 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 相对而言是比较轻量级的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做 好 所以这种问题我可以看 它的做法上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可以假定有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5 好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正方形的物体 那这个物体Rectangle Rombus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成员都是叫做area 名字一样 那我们的Class Square 还有它也是举形也是菱形 所以我们双重继承 那双重继承以后 建构式建立起一个Square 那里面有它的边长是等于A 那边长等于A以后 计算area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蛮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同名的area的前面 你加上一个interface的名称 所以如果是Rectangle的计算面积的方法的话 我就用AA乘以AA来计算 那如果我是菱形的面积的话 我就拿1⅔乘上对角线的平方来做计算 好 那因此对角线在这个建构式的时候 就要去把它算出来 所以D等于根号2A 在Square里面 它同时继承了Rectangle跟Rombus 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有相同的名称的这个function 但所好的就是说 这一个我们可以利用这个interface的名称 来把它的function给分出来 那当然如果你在这个继承 多重继承类别的时候 似乎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要麻烦很多 因为这些类别里面可能有的是private 有的是public等等 种种的东西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 好 那用interface就简单得多 因为所有interface 可能都是open 都是public 对不对 然后你要处理哪一个interface都很容易分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主程式怎么样去应用这两种interface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建构起一个Square以后 如果你要使用以菱形的方式来计算面积的话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你注意看到有一个关键字叫做Earth 所以我们把Square的物件把它当成是一个零行的interface 继承的物件 那因此产生了一个实作Rombus的物件 叫做Romb 那这个Romb的话 其实是跟Square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想要使用这一种Rombus来计算面积的话 那我就先把这个Sq变成是一个Rombus的物件 然后以这个Rombus的这个面积 在这里面去找这个Rombus的这个area 然后算出它的面积出来 这是一个Earth的这个用法 就是当你有好几个这个interface要继承 然后中间有同名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Earth这个方法 把它设定到某一个interface里面去处理它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Sq其实也可以当做Rectangle 对不对 那这里是另外一种这个方式来呼叫Rectangle里面的area 第一步是检查Sq是不是也是一个Rectangle 所以这里出现另外一个关键字is 所以就是说如果Sq也是Rectangle的话 那我们就把Sq使用强制转型的办法 把它转成是一个Rectangle的物件REC 然后再使用REC里面计算面积的方法 把这个矩形的面积给算出来 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了解到interface它的应用 它的重要的观念 还有它的应用上的例子 我在这里多说明了 最后我们就来把继承跟多形的概念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提到继承的观念 那就是当我们有一个class 例如这个Calculator原先有加减乘除的功能 那现在我们希望它计算四方 那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个写另外一个class 只要说明说它继承这个Calculator 然后添加一个功能就go 那这种继承的时候 我们如果用这个表格的方式来构想的话 那通常复类别会是具有比较少的功能 以及成员变数 那这个继承的这个子类别呢 则常常可以添加一些你原先的这个类别 所没有的这个变数或者是这个函式 好 那是继承 那接下来像这样的一个继承的hierarchy的话 那它的衍生物件 它的这个建构的时候 那么就是从最底下的子类别开始 先呼叫附类别的建构式到最上面 然后最上面的建构式执行完毕以后 再一层一层的走回来到最下一层的这个建构式 好 所以这个是衍生物件的流程 那么所谓的多形呢 我们举了一个OCP的概念 并且找到一个违反OCP的例子 那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class 它的这个分类是哪一页 然后呢也在主程式或者呼叫程式那一边 要能够处理这些子类别的这个功能 所以会使得说这一个功能变得很繁杂 但是我们使用这一种多形的概念以后 那我们呢只要让这个某一个负类别 被一些子类别所继承 而且要指定这些子类别都要实做出某一种功能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一个使用这些子类别的时候呢 就只要写简单的一个叙述 而且这些叙述不会为了这个后面 还要添加别的class的东西而产生这一个困扰 好 那这是多形 那在这样一个多形的架构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些负类别 它只是要提供一个地方告诉人家说 你得要这个继承它的话 必须要实做出什么样的这个function 所以这个function 我们就不知道说怎么去写它 对不对 那因此这种情形之下 只要宣告它是 abstract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是抽象类别 那再来就是界面的观念 那既然说我们所要的这些抽象这些类别呢 那其实只有一些它要设定的这一些function 需要去这个复写 那就够了 那因此我们合部写一个东西 interface 那里面呢 就都只是需要去实做出来的这个function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你的程式码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有了这个界面以后 那我们就碰到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说 界面它的抽象的层次 也就是说你的类别它的抽象层次要相当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才比较有这个应用上比较方便 所以例如这个灯的开关 就是开关 普通开关跟灯的关系 那我们要透过一个中间的 这个switchable device的interface 来使得这个开关跟这个灯光连结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开关还可以去处理其他 各种不同的这个电器 那另外呢 我们也提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除了说在这个应用上 还有这个程式比较简短之外 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当我们需要多重继承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宣告很多 各个interface function 然后让这个class去实做出 这个所有的这一些interface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多重界面的继承 好那实做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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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